教育部早前宣布将在全国宗教学校 推荐伊斯兰圣讯四十段鉴赏单元 引发不少争议 首相拿督西里安德华今天语重心长地 呼吁民众在生气之前 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重申圣讯四十段指适用于穆斯林 而这是为了让学生更了解伊斯兰教的含义 爱华强调圣讯四十段指针对穆斯林学生 他劝起民众先了解清楚情况 而不是先入为主的生气 首相今天在吉隆坡15杯推荐 昌明小贩中心计划时表示 作为一名国家领袖 他有责任确保公众对伊斯兰教有正确的理解 教育部上个月表示将会在全国宗教学校 推行圣讯四十段鉴赏单元试点项目 希望从学校层面开始 培养学生对圣讯的鉴赏能力 并提高他们对宗教的理解 感谢 于是 也 we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